出名渔夫曾经说过 风浪越大 鱼越贵 他们今天的运气不错 助手此时正在回收雨线 汹涌的浪花使得船只变得极其不温便 这使得他们的鱼钩直接脱落 好在还有B计划 最终经过一番拉扯 他们终于沟中了金枪鱼 看着胖嘟嘟的鱼头 至少也得是300公斤的大火 随着风浪越来越大 小命要紧 船员决定先返回马路 硬货号此时遇到了大麻烦 发动机无法击动 船底开始漏水 之前他们有一艘渔船 也因为这种情况导致沉默 现在无线电也联系不到其他船只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 发动机顺利恢复 他们也可以继续航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动机